OK 现在大家能听到了吗 同学们 刚才一个人说了半天 OK 刚才说了半天 没有开广播 今天郭老师在返程的路上 所以说今天open还是由我来给大家代价 OK 清楚 刚听到 我刚才其实说了半天自己在里面 我说大家能不能听到 等等能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突然发现没有开广播 有点尴尬 行 能听到就好 视频也能看到吧 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是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这边经过了这个调试 现在OK了 OK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思路的话还是延续今天下午在 还是延续今天下午 这个亚洲盘讲解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路径 什么路径呢 就是说现在美元可能再继续走他的一个回调 那94我们看到 美元 明显已经形成了一个破位 今天晚上也有这个 今天晚上也有这个欧洲仰行 找德拉奇的讲话 那问题是讲什么呢 对吧 我们都知道讲话 但是他会讲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上周在欧元从1.15 开启一波向上的反弹之后 那么美元也是在95的一个地方 没能形成上破 那么没能形成上破并且破位94 上周四的上周五的一个收线 显得有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 美元整体开始拐头向下 但是这个拐头向下会不会是趋势的反转 会不会是行情的一个反转 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去验证 我个人觉得可能近期 他是走一个大的回调行情 那么今天晚上 这个德拉奇会讲什么呢 会不会去上周 我们在另外一个这个欧洲央行行长的 欧洲央行这个高官 他的一个证词当中去听到了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就是说他谈及到了明年 经济的这种大的状况 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复苏的一个好的预期 去谈及到了欧洲央行 接下来如何去 如何去进行加息的一个计划 提到了这个词 但是是在明年 不是在今年 就是今年是在明年2019年的一个整个计划 宏观计划 所以说我们看到近期欧元 在他讲话之后 仿佛受到了很大的提整 那在1.15那个地方没有跌下去 现在是不断地向1.16 1.17 那现在的价格是向1.18 形成一个进军和一个反弹 所以说今天晚上 德拉吉的讲话 会不会去延续这个观点 或者是他现在的整体的这个 一个格调 或者是一个方向 讲话的一个方向 会不会去偏向 稍许的鹰派的立场 那一旦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美元可能还会继续向下的考证 有欧元带来的最先的反弹 那所有非美货币 可能都会形成一个持续的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回调 那美元可能会 下来会去到93 从你来看我觉得现在美元的一个破位给大家提醒了一个讯号啊 在在94这个地方提醒了一个讯号 什么讯号呢 就是说我们短期之内对于美元破位顶部95.50 看多的一个立场 现在要及时做一个调整 不再去看多美元 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在 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在 非美货币上给大家去提示了一些这个方向的操作 这个操作的方向 不再去高空 而是去转换一下思路 如果在近期美元走了走弱的时候 非美货币能去形成到一个低位 那么我们反倒去改变这个自己交易的方向 选择低位买入 而并非逢高做空 这种短期的思路的转变 我觉得我们要 我们要形成一个及时的调整 不再去短期之内 不再去看空非美货币了 尤其是黄金 尤其是英镑 尤其是欧元 尤其是澳币 另外还有纽币 等等还有这个瑞朗啊 日币等等这些非美货币 我们都要去改变一下短期的立场 所以说大的关键 美元在加息没有错 但是现在来看 我们今天下午去讲了三个原因 哪三个原因 就是现在美元未来走弱 会回调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获利盘的回吐 就从0点从89 90附近上涨到90.5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买入美元的机构 买入美元的这些 大型的这些市场上 大型的投资人 还有一些银行 他们在95这个地方 开始去 要结他的多头的头寸 那形成一种向下的回调 那么逐渐空单开始入场 多单离场 空单开始入场 逐渐往下去成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美贸易问题的恶化 我们下午谈记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贸易问题这个 这个点 它一定是一个对于两个国家的经济 包括地缘 包括这种政治历史的 这种冲突 对现在来说 整个世界的大的格局 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说 它是一种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一种 一个结果 如果是贸易上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中美贸易问题 美国白宫 这边的北京 那似乎都没有形成一种 达成一种良好的共识 反倒是不断地在 你扔我一个蛇子 我踢你一脚 不断地在互相的攻击 那么随着 这个经济情况的恶化 那贸易状况上面 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转 那双边也没有出现一些好的协定 好的条件 来去如何就这个问题 形成一个共识 来去解决它 所以说 中国人民币在贬值 美元现在 它受到了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 虽然说川普在要价 那么也是想让这个 也是想让美国在 中美谈判的过程当中 去获得更多的筹码 但这样的问题是 短期之内 中国经济的影响 它会传导到美国 因为中美两国在 自美中国加入WTO以来 自2013年到现在以来 15年18年的时间 那中美的这种 经济的这种关联 这种贸易 包括政治上的一些 咱就抛黑意识形态 不说啊 等等等等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 走得很紧密的 实际上是走得非常紧密的 那么在这两个过程当中 美国它的一些科技产品 一些高科技公司 在中国也是找到了 庞大的市场 那中国也是 中国也是因为 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 它的一些科技的进步 那么也是为中国的这些 发展 中国的这些 企业的进步 或者是整个文明的 一个进展 带了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 其实在十几年 二十年以来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种 发展的状况 但是现在就 现在不一样 现在问题 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讲 那么美元 现在的贬值 实际上 在接下来的一个 加息的一个路径当中 或者一个速率当中 那中美贸易问题 这个大的点 会是持续形成一个阻力 会持续形成 美元加息的一个阻力 所以说我们看到 现在美元开始走回落了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利贬值 美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只不过是 这两个国家 中国跟美国 哪一方的基本面更好 那么谁 哪个国家的货币 它的影响 就会相对较小一些 这个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会去谈到 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 今天都不再细脚 第三个问题就是 弱势美元来对冲 人民币贬值的冲 其实主要就是出口 这个很简单来理解的 就是说 人民币贬值的话 对这个 中国的出口 自然会去得到一个 很大的提振 那么我们如果去看一下 近期的这些 中国这些 进出口这些贸易的报表 那我们看到 其实在贬值期间 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 那其实中国的出口企业 中国的出口企业 是非常难熬的 我们知道在 中国的经济构架当中 它的整个结构当中 出口占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权柱 那国家的货币的增值 对出口是形成一个 致命的打击 那现在人民币 慢慢的开始走过一条 那也是实际上 是中国官方 或者是中国央行 对于这个 中美贸易问题 硬着陆 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 这种对冲的策略 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那么美国来说 这边也不会去 不会去坐立 这个坐视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 他在上阵以来 针对的就是 美国的这个贸易问题 这个赤字 怎么去解决它 对吧 所以说 以人民币贬值行 我也开始跟你比 我们看谁 在基本面 对比 横向去对比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之前谈到过一个词 叫做风险评估 就两个国家 新增一个风险评估的情况下 我怎么去跟你进行竞争 这是他未来美元可能走弱的一个第三个因素 就是他可能 川普他可能会 就是说美国政府 他可能会用这个 再次用这个弱势美元 来跟人民币形成一个竞争 来拉动美国的出口 以至于让中美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的问题 再次得到一个平衡 OK 我把这个思路一讲 那大家就明白 如果是未来美元继续走弱 继续弱化的话 那这将是 尤其是后面两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 将是主导美元走弱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面 最重要的两个基本面 OK 好 那么我们讲完美元指数的话 另外的话 如果从 我们从这个日线级别上来看的话 那今天的收线非常关键 因为今天早上是开盘在 4094 这个地方开盘 开盘就往下走 低开 低走 那今天如果收线是收下去了 收在了94以下 那么 我觉得本月 在本月 就是7月份到8月份这个过渡的阶段 我觉得美元可能都是走一个月的一个调整 大概会走一个月的调整 那8月份 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美联储又可能又会进行加息 今年可能会进行加息 所以说我觉得 在7月份来讲的话 可能会使美元弱化的调整的一个周期 可能会使美元弱化 美元进入弱化调整的一个周期 句话应该这么来讲 所以说大家现在做好一些准备 那个低多非美货币的准备 以及将我们在上个月 在上个星期讲的这些高空非美的策略 暂时去做一个调整 OK 这是我对现在整体的一个战略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部署 不再去单变的看跌美 不再去单变的看跌非美货币了 OK 在接下来再看一看澳纽 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澳纽 为什么要讲澳纽 澳纽是我们在上周带的一旦有同学在问道 澳纽有没有蝴蝶形态 那我们看到 今天下午讲的是澳纽还在 今天下午讲的时候 澳纽还在这个 1.0931 那么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 近乎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X A B C D X A B C D 形成了一个互联形态 那么地点在1.0860这块区域实际上都是低多的好点 那上周也是有同学问到 那么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去带来一单这个 的这个空单 止损于1.28630 其实止损很小了 止损的空间很小了 大概是37个点 38个点的这个空间不到 那现在来看的话 实际上已经走了将近1比2的这个 1比2的这个损一笔的位置 我们从距离上来看的话 这笔交易实际上质量来说 它是一笔非常非常好的一笔短线的交易 止损空间很小 获利目标很大 并且是几乎是入场之后 今天开盘澳纽就开始往上走 所以说这笔交易它实际上走得非常干脆的 交易这样来讲 我觉得是我们在上周交易当中 是比较好的一笔交易 现在来看的话 1.09360 刚才有同学问到 我觉得可以去再次做一些减仓了 下一个目标呢 我们就放在 下一个目标我们放在1.09860 1.09860 大家注意上面 大概还有一个 整体的点数 122个点的一个潜在的收益 现在走了一半 还差一半 我觉得剩下的在这个地方 可以进行一些 剩下的在持有到1.08 1.09857 做三个目标 一个澳门对纽币的一个短线交易 那么我们在1.08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结的时候 不排除也会去反手空益 因为这个地方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蝴蝶的嵌套 在地点 两个不同方位的地点 形成一个嵌套 那么在这个地方一个低多 然后一个高空 形成一个 形成这种一种连贯的交易思路 这个是我对澳纽的看法 好了 现在来看的话 多单 我觉得可以再继续持有一下 日线图 日线图上 我今天中午分析过 就这个行情 其实走得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方 今天是几乎是低开 就开始往上走了 日线如果今天收成 收成这个吞没形 收成吞没形态的话 3K这个其实也不算3K反转 3K延续 延续在这个地方收成垂线 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阴线的下跌 突然这些反转上去 那这样子很有可能会继续演化成 阴际形态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破位 breakout 然后continuation 去到1.0800 总体来看 我觉得澳币对纽币 这个货币 近期还是比较多的交易机会 大家关注一下 好吧 大家关注一下 另外我从澳纽的这个评组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近期 其实在 其实从这个 2018年4月份以来 到现在实际上一直都是 澳币要强于纽币的 我们看到 其实呢 你看 其实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澳币要强于纽币的 当然是在前 在这个这个 前半年 在前半年 纽币要比澳币要强一些 但是现在来看 澳币现在已经跑在纽币之前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块区域 从日线上来讲的话 在1.09 这块区域 对于澳纽这个品种来说 是近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 如果一旦破位的话 那可能会继续形成一个 向上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 这个动能的冲击 下一个目标可能会去到 这个1.1050附近的关卡 所以我个人觉得澳纽 在交易的方向的选择上 应该是保持一个低度 而不是倒空的死路 这起码从日线上来看的话 就保持一个低度 现在暂时在1.09281 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太建议大家去搞空 尽管这个地方 尽管这个地方 前方有垂线 有这个倒垂头 并且向下去反转 但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收盘价 显得非常重要 它如果是收盘收在了 尤其是收在这一根 就是上个星期 星期三 三次五 上个星期三之上的话 那么明天的话 澳纽很有可能打破前方 这个这个这个结构 然后继续去到更高的 更高的地方 这是我对澳纽的一个判断 所以说我觉得 近期来看 澳币可能要比 比较强一些 主要是因为基本面 也有基本面的因素 就是因为澳洲在 澳洲央行在 上周上个月 一个月底的时候 公布了一些这个 就业的数据 经济的数据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在暗示着 未来可能存在加息的 空间和可能 就是说这个经济 开始逐渐开始 开始缓和 因为之前是 中美贸易问题 这个这个东西 如果是没办法 形成缓和的话 那对于中国经济 可能是硬着陆的影响 那中国经济的影响 可能会冲击到 这个澳大利亚的 这个金融市场 经济市场 包括还有新西兰 还有这个尤其是 亚洲这一圈的 包括美元 包括日币 包括新加坡员 等等等等 这些会冲击到 这些国家的 这个金融市场 所以说现在来看 澳洲由于 它公布的这些 这些CPI数据 PPI数据 PMI数据 还有等等 它的一个就业的状况 出现了一些的环境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近期澳币 也是走得非常强 当然第二个因素 就是来自于美元 弱化的一个推力 第三个就是 周期性的调整 这个我们之前讲到过 OK 好 现在 黄金 黄金怎么看 我觉得黄金 大的方向 还是在一个底部 但是上周有同学在 上周有同学在 这个地方是 绘制了一个周线图 我们看周线 绘制了一个周线级别的 一个蝴蝶形态 当然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护蝶形态 但是由于它周线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反 要反转上去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么我们觉得 上周其实我们对黄金的思路 是稍微偏空的 但今天来看 由于美元的弱化 那么黄金并且在底部 开始走一些向上 继续反弹的一个 一个图形 一个迹象 所以说我对黄金 对于黄金这个评论来讲 我们不再单一的 去高空的看待它 1235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是黄金的 一个近期的一个底部 当然它整体的一个 大的方向 有没有反转 我觉得还没有反转 200的均线 这个是黄金的生命线 黄金的一个 空转换的生命线 可以说我们在 200均线之上 那么也是在1308 1380到1300 整数关卡 这块区域是黄金的一个 多头流失的 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那么跌破200均线 那同时1300 这个关卡 往下破的时候 黄金迎来了 它的结构性的转变 那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是一波回调 回调不等于反转 大家要明白这个逻辑 所以说我觉得 近期的一个 黄金的交易思路 低多为主 不再看空谈 低多上方的目标 看在哪 我觉得先暂时 暂时要 还是要看美元 就看这波美元 它能调整到 能调整到哪个价格 那黄金可能就是 这波反弹 可能会形成一个结束 我觉得现在来看 判断它要去打破 1300我觉得 还为时上涨了一些 我觉得200日线线 不是那么轻易 容易上穿 或者是涨破的 大的根据 还是在底部 还是在底部 所以说 对于日线级别的分析 我觉得黄金近期 还是有可能会继续走强 换到四小时上来看 那四小时来看的话 然后黄金在1300 这个是1260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明显的 有一个向上的破位 当然我们上周 其实我们上周 让大家在亚洲的 亚洲盘的讲解过程中 让大家在这个地方 是有尝试过去空黄金 但今天来看 今天在亚洲盘的讲解过程当中 我们去给大家去做了 思路调整 黄金涨上去 那么还没有给到止损之前 我们可以先手动离场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格局 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手动交易的优势 就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灵活的调整 就这个样子 黄金接下来不再单一的去看空它 那我个人建议说 如果是要把交易做在黄金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突破 还得等它破得更加彻底一些 这个地方的破位 还得等它破得更加的一个 破得更加 破得更加明朗一点 然后再走上去 回跳下来 再去多谈 所以我觉得黄金现在还 还还不要去追多 还等一下 等一下 等这个地方破上去 下回来 回到这个1600附近 然后回踩的时候再去多谈 我觉得是黄金比较 比较保险的 或者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交易策略 不再去看空谈 不再去看空谈 这是黄金 这企业交得不轻易表态的 什么意思 不轻易表态 会表中心啊 不会表态 OK 好 再来看一看这个 英镑 英镑可能是最近非美货币当中 表现的最强的一个 表现 表现的最强 我们今天下午呢 上周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 是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 看空的蝴蝶形态 但是由于 由于对于这个 基本面的判断出现了一些 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 也算大家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空单取消掉了 就英镑来讲的话 现在暂时不要去空谈 暂时不要去空谈 有时候形态支持 但是基本面 如果有背离的话 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 应该是站在 基本面的一方 因为基本面 它可能会主导市场 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走势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下午 为什么把这个空单取消的原因 英镑来讲的话 我觉得从 我个人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它的话 我觉得 还是在走一个反弹的行情 还是在走一个反弹的行情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非美货币 包括我刚才去讲的黄金 一定要以日线级别的 200亿均线为参照 也就是说 它什么时候 这个向下拐的 这个向下拐头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迹象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价格开始上穿 200亿均线的时候 那这个英镑 当英镑站稳1.35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去进一步 开启它的一个 加速上涨的走势 那现在来看 整体还是在处在一个 底部回调的阶段 并且这个英镑的 这个低点变低 高点变低的 这种感觉还没有被打破 所以说短期来看 我觉得可能会偏多一些 但这个偏多是来自于 美元的回调 以及非美的反弹 但是它还不至于 形成一个大幅度 大周期 大各级的反转 具体还要有 基本面的支撑 我们现在不知道 这个美中贸易问题 中美贸易问题 会不会持续对美元 造成一个影响 那这种影响 会不会形成一种 扩散效应 那使得美人处在 接下来的一个 下半年的加息的 这个进度 或者速率当中 形成一个调整的变化 一旦这个样子的话 就今年加息本来有四次 因为我们看到 五六月份的 一个就业状况 其实很好 包括在上周五公布的 一个非农就业人口的数据 其实都还不差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美联储 再重新考虑 一个加息的次数的话 那这时候 对美元来讲 肯定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可能 这些非美货币 都开始出现 进一步的反弹 那黄金的避险属性 将会重新 将会重新展示出来 那么它会 就开始走一个反弹 走一个彻底的反转 我觉得现在来看 黄金还是在一个 相对比较弱的一个 弱化的 这个英镑 还是在相对一个 比较弱化的一个 底部的区域 还没有彻底的上破 所以说我觉得 讲反转 还稍微上早了一些 但是短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四小时当中 我们不能再去看空它了 四小时当中 我觉得 由于这些结构的破位 包括1.31的破位 1.32的破位 现在是1.33的破位 现在又站上去了 在这个地方你看 在1.33这个地方又站上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 短线上来讲 我还是偏多一点的 偏多一点的 思路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英镑应该是一个 低多的思路 不再去建议大家 低多的思路 不再建议大家去高空 找到了一个好的位置 我觉得今天可以关注英镑的一个 今天可以关注英镑的一个 这个低多的这个 价格区间是在 01.31 60到1.31 到1.32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是大家关注 英镑的一个 关注大家英镑 大家关注英镑的一个低多的区域 走下来 再往上去 所以说我觉得英镑 能不能追呢 我觉得追的话 稍微有一些冒险 追的话可能会 追的话可能会 追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止损可能会设得比较大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 等它涨上去 拉回来 低多会比较好 大家关注在 1.32 1.32到1.31 70附近的一个买入 机会 这个是英镑 改变它的交易思路 不再去高空它 OK 接下来再看一看 接下来再看一看欧元 欧元总体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到从形态上来讲 它是在底部 1.19 1.18 1.17 依次下来 这地方形成了一个 看现在来看 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破坏 所以说我觉得欧元在 短线上的一个 交易的一个思路 也要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变化 那么我更认为在 我更认为今天日内 可以去找到的交易机会 就是这一波上调 欧元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能回调到 1.17 130 这个低点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形成一个 日内交易当中的 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所以说欧元和英镑 包括黄金的整体的思路 都应该以低多为主 而不是高空 大家明白吗 都是应该以低多为主 因为4小时 4小时这个底部的一个整理 大家注意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4小时一个底部在 这块区形成破坏 它如果是往下破的 那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如果是往下破的话 那么拉回就是做空的位置 现在是往上破 往上破说明欧元在 形成形态的破坏之后 可能会继续走强 可能会继续走强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交易的这个方向上 要等待一个拉回 等待一个拉回 然后在这个上涨压力线的 这个下跌压力线的边缘 大概是在1.17这个附近 关注欧元的买点 当然就是说 包括英镑 在这些位置去追多能不能 我觉得追多的话 没有问题 方向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第一要考虑方向 第二也要考虑一下 交易的成本 或者是你入场的价格 再说的明确一点 就是你交易的位置 这三个因素 我觉得缺一不可 大家都需要做一个综合的考验 再来决定这个货币 我在哪个地方入 我在哪个地方损 我要在哪个地方出 其实这整个过程 就是你再去制定交易计划的过程 之前谈起来过 制定交易计划的过程 你的思路要清晰 逻辑要 不能乱 OK 这是欧元的一个 总体的分析 那么在四小时上 我们也看到 它实际上是在 正在形成 正在形成一个上涨的通道 那么这些前方的一些高点 也是不断的上破 低点也在上 低点也在上 但这个通道 它是处在一个 它是这个样子 它是收窄的一个 它是收窄 它是收 逐渐在收窄 它这个口 你看 它不是扩散的 所以说 当它的这个通道 收得越来越窄的时候 说明它未来继续上破 或者往下 分化方向的一个时间 时间的这个节点 可能会越来越短 就是说 我觉得欧元在这个地方 走上去 走上去 走走走走 可能会在1.18 可能会在1.18这个地方 决一雌雄 决一雌雄 到底是继续往下走呢 还是继续往上破呢 今天晚上德拉基有讲话 我觉得德拉基的讲话 会比较重要 会为欧元接下来反弹 或者是继续走弱 奠定一个基础 之前德拉基的讲话是 就这一天 你看 讲完之后 啪下来 现在今天会不会去讲一些 对于未来欧元区经济的一些 乐观的预期 包括数据层面的一个解读 以及整个欧洲洋行的一个计划的透露 那么为欧元接下来反转 继续带来一个基本面的推力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晚上大家关注一下 9点钟的德拉基的讲话 9点11点还要讲一次 OK这个是 这个是欧元 这个是欧元 OK接下来再看一看 看看这个欧元 这也是欧元 这是我们上周做的一个欧元 而且是做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欧元 1.33大家可以了结了 我觉得可以了结了 那这笔交易我们当时是和 Pan Yen 英镑对日币做了一个对冲 那今天的这个成绩来看的话 实际上是你看134点 实际上134点 134 英镑我们是以负25点 也就是亏 如果按这个 按点数来算的话 亏25点 那欧日 今天我们是让大家 今天压盘的时候 让大家在130做了一个了解 130的话到现在欧元是走了 1比4的损益比 那点数的话是走到了134点 134 134 1.18附近 什么1.18附近 欧元 欧元先暂时不要空 我觉得欧元先不去空它 欧元暂时不能空它 OK 那这种总体来看的话 这一笔对冲的话 总体是获利到 109个点 109个点 如果按一手来算的话 实际上是1090美金 1090美金 就是这一组对冲的这个组合 相当不错 我觉得相当不错 是我们在上周做的 非常漂亮的一波 非常漂亮的一波 这个对冲的这个策略 通过这个欧日的多 来对冲掉这个 通过欧日的多和英镑 英镑的空 对冲掉这个 日币波动的一个风险 我们上周也对这个对冲的 对冲的策略去做了一些讲解 什么叫做无风险区域 什么叫做 离轮空间 为什么要去对冲 什么时候对冲 怎么对冲 三个问题 我们都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个 详细的分析 详细的分析 OK 那 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在130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了结呢 我觉得总体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它日线图已经快走到200日均线接近了 并且130这个地方是一个整数关卡 对于欧元来讲 对于欧日来讲 我说的是欧日啊 对于欧日来讲 它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去面临进一步的回调 会面临一个回调 咱不说是大的方向的一个反转 但是可能在这个地方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所以说在130附近去做一个了结 我觉得还是相对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相对合理的选择 出场的几个原则 第一是不是总数关卡 第二基本面有没有收到 基本面有没有 来自于基本面的影响 像我们今天对于黄金的操作 为什么要提前出场呢 就是因为有基本面的影响 第三 你的交易的质量 是否达到你要的那个标准 什么意思 就是损一笔 如果都满足的话 那你可以就任何一个符合理交易计划 或者符合理交易风格的条件 形成一个立场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这是今天上周的这个 上周的这个 欧日 在130这个地方 走掉吧 走掉 OK 接下来再看一看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从日线上来看的话 还不一定呢 从日线上来看 可能是走的相对早了一些 因为这个地方 你看它其实走的 有点像这种阶梯的状况 你看 走上去 也续三天 碎小线形的一个回调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并且 一看啊 这是7月5号 7月6号 7月7号 这三根 这三根K线 它的一个强度 要比 这三根K线 它的一个强度 要强的多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三根蜡烛的一个对比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来看 欧日的这个涨时 这个上涨的走势 是不一定结束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离场 它是一个很好的点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三个因素啊 它符合当中的两个因素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离场 下一个目标 我觉得 就这一波上涨上去的话 它不排除欧日 可能会去到 可能会去到这个 可能会去到133啊 可能会去到133 然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互联形态 再走一波大的向下的回调 不排除会出现这种状况 但是这是日线级别的一个分析 并且这个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A B A B C D的一个调整 那D点的话其实也是 聚合在133附近 132点 132.50 一个B点 所以说 总体来讲 这一波上涨走势可能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了解 因为这是上周的一个单 到130也是我们交易计划当中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点位 黄金在上破 那也在下破 同时也在下破 4小时的美元指数也在下破 丝毫没有一些反转的迹象 所以说本周来看的话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应该做一些调整 OK 再看一看Bong Bong也是我们上周五代的一单 那Bong也是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单 今天下午呢 我们看小视图吧 小视图更加清楚一些 OK 那Bong也是我们上周五代的一单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单空单 今天下午让大家在1.18 1.1820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Target 2 我们的第二目标 接近这个X点的位置 这是我们第二目标 总体来看很棒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大家不想去持有 不想去持有太长时间的 或者是拿不太住的 我觉得在这块1.78 1.78这块区域去做一个全部的了结 我觉得也可以 就跟欧日的思路一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空 我们是在这儿空的 止损是在这儿 止损是在这儿 总体来看已经走了非常多点 从这个交易的这样讲 它已经也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好意的这样 并且是一个持仓过 过了周末的一笔交易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来看 它该走的位置也已经到了 并且也符合我们目标 目标位的一个这种 出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Bong2的话 不想拿的 我觉得现在就走掉 全部走掉算了 再找其他的机会 总体来看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收线的状况 很重要 如果是今天下午再去谈这条 就是Bong2它今天如果收线 收在了这个 这是周五 周四周三 周三的一个最低点的下方 如果收成这个样子 那Bong2的话 那Bong2的话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继续开始走一个向下的弱化的行情 但是从短线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Bong2 大家在Bong2的一个操作的这些 持仓的周期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在 现在这个价格附近去做一些了解 做一些了解 当然我们也去谈及到过一个重要的话题 什么话说 在减仓的过程当中 尾仓应该随着趋势的 变化 进一步 跟踪 做调整 这个就是我们在交易当中 经常谈及到的一个词 叫做移动止损 不是移动止损 说错了 是移动止音 TRALEASE到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通常会去设置几个目标 比如说目标一 目标二目标三 比如说黄金 不是黄金 比如说这个Bong2 对吧 我们就设置了两个目标 第一目标是在这 第一目标是在 1.78 586 第二目标 在这个 在这个 1.78 313 这是我们压盘当中去设置的两个目标 OK 好 问题是两个目标到了 该怎么办 那现在来看 我们看到 刚才看到 在日线图上 在日线图上Bong2 今天是直接就是高开低走 往下再去吞没 这应该大概率的Bong2 会是收一个阴线 比较一个吞没的阴线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想要去再赌一把的这些投资人 那么对于伪仓的处理 我们就应该是继续持有它 如果不想再赌一把的投资人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作为短线交易 这笔质量来看 它也是绝对100%OK了 那就是我刚才谈起来 就是可以全部走掉了 不想走 那我觉得留有伪仓 或者叫做鱼仓 继续跟踪这一波走势 看它有没有进一步下坡的可能 如果一旦形成一个 进一步的下坡 那么就算 你这是减过仓的一个头寸 它可能获利的这个金额 会比较小 但是呢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 行情走出一个大的破位之后 那么长的距离 可能会在你的小的仓位当中 也会把这个利润给累积出来 就跟郭老师之前 在做到这个英镑的高空 对吧 在1.4的高空 然后到现在 其实最后减的只剩0.5了 但是那个0.5 别看它只有0.5 但是却走了1000个点 就这个意思 你看在减仓的过程当中 这个伪仓 它也能创造非常大的利润 所以说这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在留伪仓的时候 在留伪仓的时候 要注意有这样的思路 就如果这个地方 一旦下坡下去的话 那么它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会去到1.77 那如果按照这个点数来算的话 就是一个 还有140 50个点左右的距离 如果往下走 就算是伪仓 它也可能给你带来一个 比较不菲的利润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就看你个人的交易的习惯 和风格 怎么去处理这个 怎么去处理这个 这个放奥的这个交易 欧帮还没有讲呢 我看一个欧奥 欧奥周五已经空了 我们看看欧奥周五已经空了 欧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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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奥大的方向呢 还是在大的方向 就是大的一个上 还是在上涨 但是这块区域是个618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从这个顶部 这个是2018年3月份的一个顶部 拉下来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呢 正好是一个618的位置 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618的位置 注意空的话 可以没有问题 止损 您的只小 止损很小 但是目标 您的目标在这儿 对吧 设置在这个地方 不一定会走到这儿 不一定会走到1.53 但是设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就作为一个方向来判断 或者作为一个持仓的一个预期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总体来讲 这个地方可能会面临一波回调 我个人觉得会回调到一个618的位置 我更觉得会回调到一个 这一波上涨 可能会回调到618的位置 回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拉伸上去 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蝴蝶 那么在1.6 在1.6附近 然后再开始走一波 向下的一个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下跌 下跌行情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618 做的思路是没有问题了 空的话就继续持有它 止损摆的位置也没有问题 止损的位置我觉得也很好 摆在这个618之上 618到786之间618之上 我觉得交易思路没有问题 好吧 下一个目标呢 我觉得就看在 首先382的位置 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放在这个382的位置 是在1.56510 第二目标呢 放在这个618的位置 我们放4小时 让我们来看 第二目标呢 放在这个1.618的位置 现在来看4小时当中 这个趋势线通道 其实也已经有破位的迹象 这个地方你看 已经下破了 这块区 你看已经下破了 曾经的这些高点往上 这种感觉 你看已经在地方下破了 所以说我觉得空 对于欧澳的一个交易的选择 我觉得还是高空的 好吧 高空的 如果已经空了的话 就持有它 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 没有问题 我觉得问题不大 OK 有同学说看看欧邦 被领导叫去办公室了 你上班的时候听课 你到郊区办公室了 不好好上班 听课重要 上班重要 我觉得学习更重要 我觉得学习更重要 OK 欧邦 欧邦今天有向下的跳空 立马又回不上去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还是偏多的 我对欧邦的看法是偏多的 主要是因为他前期有一个破位 主要是前期在 在零点 在零点八八 零点八八这个地方有一个上破 这个上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欧邦的一个交易的思路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倾向于低多的 并且现在已经是上穿了200均线 这个是四小者上穿了50均线 他这个是上穿了50均线 蓝色的50均线 所以我觉得对于欧邦的一个交易的思路来看 我是比较偏向于低多的 但是这个位置我觉得还要再等一等 我觉得这个位置 他在我们上周其实像是多过一次欧邦 我们上周在亚洲盘的一个代单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多过一次欧邦 我们在这多的 在这个你看 破上去 回调下来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多的 但是问题是这一单止损掉了 我们的止损就是刚刚好就放在这个 刚刚好就放在这个最低点点到的位置 然后被止损掉了 这这块区域被止损掉了 立马要拉上去 所以我觉得 本周对于欧邦的思路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多的 但是我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去入场 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欧邦在四小时当中 还没有一个好的位置 给我形成入场 当然最后是在一小时 最后是在一小时 形成一个XABCD 形成一个互联形态 最后走上去 那现在既这是他的位置 现在又开始继续再走回一看 所以说这块区域呢 我觉得先观测一下 先不去交易欧邦 OK 那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做了 我们今天下午呢 也是做了一笔这个 做了一笔欧邦 做了一笔欧邦 入场点是在 入场点是在这个1.16 1.16275 那今天下午是入场之后就走下去 走下去 现在慢慢的又反弹回来 反弹回来 我觉得这个方向 高空是没有问题的 欧邦我是不建议低多的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在一小时当中一个上涨通道的顶部 就在这个上 在这种上涨通道的顶部 它往往是很有大概率 都会发生回调的 这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行动 大型阳线的向上突破的话 其实都不太建议大家去多的 今天下午有同学问到说 欧瑞能不能多 我说不能多 反倒是建议大家去空 止损放在 止损放在1.16634 1.16634 入场点是在1.16273 目标是放在这个 目标一是放在这个上涨趋势线的下边缘 这是目标一 目标二是放在1.2的位置 放在1.15520的位置 1.15520的位置 那这笔交易 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的欧盘结束之后呢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它是一个 对啊 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易 因为顺时交易是低多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不支持顺时交易的 低多的话 应该是我们在上周三 给大家讲的在这个位置低多 对吧 涨上去了 然后在这个趋势线底部 在这在这些位置你看 趋势通道的这个底部去低多 它是左 它是右侧入场的一个位置 那像这些高位的话 并且是形成XAPCD 五个点 那么在这块区域呢 应该是一个高 但是它是一个历史交易 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尝试一下 选择性去尝试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欧亚盘当中去带的一单 好吧 两个目标 我觉得偏向欧瑞是偏向于高空的 而不是低多 看看吧 看看 这是欧瑞 OK 接下来再看一看 OK 看一看 有时候看一看奥币 奥币 整体的一个走势其实已经变化了 就是短期的走势已经变化了 已经发生变化了 不算空塌了 上周我们实际上是 还是一直保持对于奥币的一个做空的思路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由于美元的一个变化 就是美元的一个破位 所有非美货币市场上 非美货币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整体在本周都是大概率会走一个反弹的行情 奥币现在是在0.7 0.74772 接近0.7500关卡 我觉得追多有点不太好 我觉得追多不太好 等待一个低多的位置 目标呢 我觉得这次奥币的反弹很有可能会去到0.76 也就是在2018年2月份 这个下降压力线的高点 下降压力线的高点 作为它的一个目标 那我个人比较倾向 比如说奥币可能会在近期之内 会构筑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这是日线级别的一个分析 这个地方是作为它的右肩 走上去下来 一个底部 这个是右肩 这个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再走下来 然后再往上去 把这个地方破上去 然后才有可能会开启它的一波正式的反转 那那个时候可能会 我们会去文讯到一些这个澳联储 澳洲央行 澳洲联邦储蓄银行的一些这个加息的计划 或者是未来对于经济的一个看好的一个预期 等等的可能都会出现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奥币经济的思路 我们还是应该低多 但是我觉得最理想的方位 最理想的位置是等待这个形态的右肩被确认 我们在0.74这块区再去低多 它会比较好一些 上周也是有个假突破 这还不是假突破 这已经是真突破了 我们上周在这个地方 之前有去绘制过一个下降趋势通道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空打上去 最后就离这个碎角线形的向上试探 结果在这个地方破位 奥币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低多的行情 一个低多的行情 日内关注点就是在 日内关注的话 还是放在这个前方突破了制作互换的位置 0.74 0.7430 这个位置是日内的一个观测的一个低多的位置 不再去看空打了 像这种形态是千万不能去空的 我宁愿去多 但是也不要愿意去空 我觉得多的话 还是等一个低位买入会好一些 在这一方在0.7470多能不能多 我觉得方向没有问题 但是止损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 止损不太好放 先等一等吧 需要一些耐心了 交易有时候 交易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冲动 看到某一个行情涨上去 涨上去了可能会想去急于的入场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一旦冲动的时候 可能会形成一些心态的一些失衡 往往会对这个 会对这个位置 把握的不会那么准确 先等一等吧 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 因为市场 外汇市场 它是所有 金融市场当中 成交量最大的 流通性最好的一个市场 24小时交易 不愁没有好的机会 我觉得 对于很尤其是对于很多新手投资人来看 来讲的话 就是说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观察 不要去急于入场 把思路理清楚的再去做 我觉得会好一些 OK 同学问了原油 OK 讲原油之前我讲讲美加 美加也是我们在上周 上周做的一单 是在上周一做的一单 现在还在继续持有 我们把止损推置了 美加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1.32入场的 1.32伏击入场的 对吧 我们把止损推置在1.31657 上周其实很危险 但是最终是 赖得住寂寞 守住了繁华 美加还是最终是走下坡 走一个下坡走下去了 这个地方 下一个目标放在1.30 现在价格是1.30817 所以说美加下坡 原油还是有可能 继续会向上涨 那原油 估名思义 我是看涨的 美加是看空的 并且我们 亚洲盘的这些同学们 手里还持有美加的空弹 今天还有问到 该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是继续持有它 止损还是放着这不动 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要把止损设置在这呢 我们之前有过 吃过这方面的这个 有同学吃过这方面的亏 因为在交易当中 尤其是短线交易当中 没有去及时的去 做一些防守 就攻守一定要兼备 没有去做一些防守 那本来一个盈利 800美金的单子 最后拿成一个亏损 一排卫星冰场 这种交易结果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交易当中 有时候要使用一些手段 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美加的话 我觉得在四小时 你看大型一线下坡 前方低点也被破下去 总体来看 是一个低多的 是一个继续延续 空头行情的 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美加 还是要继续持有它 原油的话 再看看原油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 原油用破位去做了 我觉得原油 用破位去做会比较好 我觉得原油用破位去做 会比较好 但是现在就是说 现在问题就是说 原油现在我们看到 在通道当中 它实际上是走到了高点 其实跟美加很像 美加在前一段时间 在1.3 在1.34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美加在1.33 1.34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 日线级别的这种 通道的上边缘 那么一直走下来 现在原油 跟美加其实很像 也是走到这块区域 但是由于美加的下坡 原油在这个地方 第二它还有基本面的支撑 大家注意啊 它还有基本面的支撑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说 原油很有可能 在这个地方突破上去 75这个地方 它点了一次 注意的是 碎小线形 pain bar 探了一次 往下走 这个地方再次往上探 所以说 如果是未来原油在 就是本周啊 本周如果在这个地方 破位上去的话 原油在这个地方 破位上去的话 可能就是 延续它的一个 继续的上涨的行情 下一个目标 可能会去到80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怀疑 就是原油 接下来的走势 如果是破掉75的话 很有可能去到80 所以说我对原油的看法是 其实是偏多的 但是在这块区域 我觉得用破位去加益 它会比较好 短期之内 它可能还会在 72到75 三美金之内去盘整 这个地方形成一些 盘整的行情 可能还会形成一些盘整的行情 然后突然间 砰 扒上去 然后形成一个中继形态 继续往上走 所以说我对原油的看法是偏多的 大家要关注一下 暂时还不能做空 因为现在 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走势 还没有出现变化 原油还是在高位 美元又开始走弱了 所以说 所有种种的一些因素呢 包括美加的下破 美元的走弱 原油的高位 整当 种种的因素 其实都不太利于 都不太利于这个 原油的空头 暂时还不要考虑去空原油 好吧 这是我对原油的看法 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这个位置很高了 为什么不做 我觉得太高了 做的话我得等到突破 突破的话 我那个 突破这个点就不高了 大家知道吗 就一个 所以高 因为它没办法突破 你才定位它是高点 对吧 如果这个高点 它被突破了 它还是高点吗 不是高点的 它有阻力变成了支撑 它反倒成为了一个低点 如果我们从未来来去看看它的话 如果到时候去到90的话 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低点 它就不是高点 高点之所以高 因为它没有被突破 OK 好的 有时候看看纽锐 纽锐 我这个还没有纽锐 纽锐 我觉得纽锐 纽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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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锐应该是一个 有可能走一个V型的一个反转的 这个底部 虽然说有下破 但是下破之后又迅速拉升上来 虽然我觉得纽锐 如果是已经持有多单的话 我觉得就是耐心的持有 它 它如果一旦反转上去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波行情 可能会有一个300点 可能200到300点的行情 纽锐如果有持有的话 先继续拿着 你看这个地方 可能会形成一个V字的 V型的反转 如果再下来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618的位置 我可能会去考虑一些低多 考虑一些低多 暂时先不去 大概在0.67047的位置 这个趋势是我 近期可能会关注的一个低多的位置 我觉得如果是有多单的话 继续持有它 做好一个长线持仓的一个打算 这是纽锐 不要再去空了 这个位置空的话 空间很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好吧 那看看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群里面有什么问题 OK Grace说看一看棒家 棒家 其实我们棒家有两个蝴蝶 第一个蝴蝶呢 是在 是在这个 0.1.74的蝴蝶 那第二个蝴蝶呢 就是现在 涨上去的一个蝴蝶 地点的这个范围 就是 我们先看看日线 日线上来讲呢 这个地方是一些 碎小 连续碎小线型的整理 我觉得棒家 我是比较倾向于看好棒家的 说实话 我是比较倾向于看好棒家的 那如果人银棒给力的话 或者加币下破的话 就是加币这个 继续往下走的话 那棒家可能很有可能会去到 很有可能会去到1.8呀 很有可能会去到1.8 所以说 日线图 在日线图来看的话 那 6月份 6月26号 27号 28号 那这个地方的阻力必须被打破 那这个地方的阴线的下跌 你看连续三根阴线的下跌 必须得覆盖上去 有阳线覆盖上去 把这个地方打破上去 下一个目标就去到1.8 肯定是个大概的一个世界 所以说我觉得棒家 在交易的思路上 或者在策略的选择上 应该是一个偏向于多的 偏向于多的 包括我们在上周的一个 四小时当中 去找到了一个很好的 狐狸形态 当时实习上做对冲做进去的 是做每家跟棒家 每家的空和棒家的多 做对冲做进去的 最后 最后对冲 我还要讲一下 它也是一笔质量非常好的 一笔对冲 为什么呢 因为对冲我们往往会有一笔交易 会亏损 就刚才讲那个棒日和 欧日的意思一样的 棒日就亏掉了 对吧 棒日就止损了 但是欧日上涨了 但是棒家这笔交易 为什么跟每家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冲 因为我每家也止损了 棒家也止损了 不是 每家只赢了 棒家也止赢了 每家只赢的时候 棒家走到我的第一目标点 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 当时在群里让大家出掉 对吧 现在来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 依然有效 这个蝴蝶形态的地点 这个这块范围就是在1.74 到1.73 这块区依然有效 所以我觉得棒家 在交易的思路上 就是低多 那今天如果是再回到 再回到这个地点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保护一下 关注一下这个棒家的低多 回到这个地点 因为现在还没有走上去 总体的一个 就这个蝴蝶形态来讲的话 它的第一目标 实际上还没有到 第二目标还没有到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当它再回到这块区 那么我们就 还是可以考虑再去多一多 我这是棒家 这个地方就不要追了 这个地方暂时不要追 先看一看 测一下 我是比较倾向于多的 OK 但是不要挂单短 我觉得先不要挂单做多 我觉得棒家不要挂单 我们先看一下 等它走到1.73 武林附近之后 再去做抉择 不要挂单做多 今天早上实际上很讨厌 为什么很讨厌呢 因为棒今天早上 有一个跳空 所有的这些棒系货币 所有的这个棒系货币 都出现了一个向上的 很大的一个反弹 但最终还是走下去了 尤其是这个棒澳 我们上周路的棒澳 差点就达到这个止损 达到这个 达到这个 损益两平的位置 很讨厌啊 有同学 纽瑞的ABCD AB等于CD 没劲没关系 我觉得 等它往上突破的话 再去把这个 把这个多单补回来也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的啊 反倒是如果在地点进的话 反倒会比较激进 就这个意思 OK 牛美 牛美我也是看多的 但是牛美的话 在0.68 0.68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回调啊 我个人觉得牛美 我会比较倾向于到618 再去做它 做一个长线的计划 那第二个计划就是等待 它这个地方破上去 等到这块去破上去 破上去之后 我们再去 再去找一些点位去入 如果它没能回调 就等它破上去 再找点位去入 如果有回调 就在低点买 这是纽瑞 这是纽币 没上车没有关系啊 我在中复上车也可以 不一定非要在起点站 起点站那个上车嘛 对不对 就是说起点站有位置坐 中间上车 我们主要是要去到达目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目的是最重要的 澳币比纽币要强一些 我们看到其实在傍澳上 在澳纽上 上周我们多了澳纽 其实在这个上面就已经有 有这个表现了 对吧 对吧 澳你看澳纽其实 澳币在从6月份 从这个去 今年这个6月份 整整一个月 其实都澳币 比纽币要强一些 这个看澳纽就知道了 欧币我比较偏向于多的 我比较偏向于多的 主要是欧币他已经有结构性的破位 他已经破位了 先看一看吧 今天这两篇没有带欧币的答案 周三加拿大央行预计要加息 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加息的话 那现在可能加币 可能会提前开始往下 继续破位 所以说我们加币要打好 加币下个目标放在1.3 最终那个防守点还是没有打到 我觉得很幸运 就是我们在讲的 一句话就是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繁华 要耐得住寂寞 会走AB等于CD吗 破位了 黄金会不会走AB等于CD 这个地方的B点可能会差一点 我觉得这个B点回调幅度不够 还不足以 我觉得黄金 黄金短线上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会继续破位 往上走 下个目标放在1200期 下个目标放在1200期 明天再看 今天就不做黄金 OK 好嘞 那今天的这个 咱们O盘的讲解 就到这边结束 主要还是延续 主要还是延续 今天这个亚洲盘讲解的思路 大家听两遍 听了就听两遍 好吧 明天下午12点钟 咱们再见吧 祝各位交易愉快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